餐桌必备开胃下饭的26道家常菜 最后一道绝了 第一道 自从烤鱼火了以后 就有小姐姐强烈要求要我出一期烤箱 板摇鸡的做法 这也太香了吧 皮脆肉嫩又多汁 你是不是也流口水了 准备一只被老公气死的鸡 扎上小孔 方便入味 空碗中加姜葱蒜 一包摇鸡粉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花生油 搅匀浇在鸡身上 里里外外涂抹均匀 腌制一个中 烤箱预热 180度上下火烤5-60分钟 听一下是不是这个感觉 连皮都是脆脆的 第二道 鸡胸肉大家都见过也吃过 但是像我这样做的鸡胸肉 您肯定没吃过 口感焦香酥脆 特别好吃 鸡胸肉冷水下锅 加葱姜料酒去腥 煮上15分钟捞出冷静一下 像我这样用左手撕成条 撕成这个猫样就可以了 加蚝油生抽13香 黑黑的盐和一勺淀粉 抓拌均匀 油热放入腌好的鸡肉 开中火慢慢煎 把水分全部炒干 像这样即可 然后 放入花椒辣椒 白糖 自然粉 白芝麻翻炒均匀 最后撒点迷人的小葱花 香辣酥脆的干边鸡丝 第三道 我告诉你啊 做了三十年的盐菊猪肝 今天这个猪肝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两块钱一斤的猪腰切成大块 冷水下锅 加点葱姜料酒去腥 烧开后再煮 捞出用清水洗净 锅里倒入两包白色的盐 放点花椒 八角 桂皮 香叶 开小火慢慢地炒 炒到盐微微发黄 能闻到香味了 盛出一半备用 把洗净的猪肝放 进去再把盛出来的盐 均匀铺在猪肝上 撒点高度白酒 取心增心 盖上盖子 小火焗三十分钟 然后用勺子敲开盐块 抖掉猪肝表面的盐分 切成厚厚的薄片 摆个漂亮的造型 配上自己喜欢的蘸料汁 别提有多舒服了 家里有爱喝两杯的 你就安排一盘试试吧 第四道 我家五个孩子 都要吃我做的盐焗鸡翅 不加一滴水 好吃到舔手指 鸡翅用牙签扎一下 更方便入味 放葱姜料酒 半包这个盐焗粉 吃了很多架 加勺花生油 抓匀腌制十分钟 整齐摆上鸡翅 有条件的放几个红枣 水开上锅 中火蒸三十分钟 这样做的盐焗鸡翅 咸香入味 一家老小都特别爱吃 第五道 外婆的奶奶最爱吃炸鸡腿 教你在家做 干净又卫生 首先鸡腿中间划一刀 敲打几下 方便入味 加葱姜料酒盐 胡椒粉 抓匀腌制入味 接着往里倒入一瓶 82年的纯牛奶 给它浸泡个半小时 先裹炸鸡果粉 再裹鸡蛋液 再裹一遍炸鸡果粉 用鸡腿把瘦抖出鳞片 六成油温下锅 保持这个温度 炸590秒左右 金黄酥脆就可以开吃 学会再也不用去外面买了 大人小孩都爱吃 第六道 在家不想吃饭 今天这道凉拌黄瓜 那你可要学会了 先将黄瓜一切为六 把西瓜瓶去掉 留着不要丢 往里加勺盐和糖 抓匀腌制十分钟 盐可以杀出水分 糖可以使黄瓜 更加的清甜爽口 盐好的黄瓜 会变得又软又脆 切记别用水清洗 挤干水分就行 再放蒜末干辣椒 用热油激发香味 调味只需放包 味道很好吃的凉拌汁 啥凉拌菜都好吃 接着再撒一把香菜 十八粒花生米 最后用你漂亮的小手 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腌黄瓜 口味甘甜 清脆爽口 你也赶紧做起来吧 第七道 清蒸鱼乱七八糟的做法 有很多种 到底是先破油 还是先灵芝 掌握以下几个小技巧 蒸出来的鲁鱼 比饭店的还好 隔壁王寡妇送来的鲁鱼 两面擀上花刀 方便成熟 水里加葱姜 少许盐搅匀化开 调成葱姜盐水 再把王寡妇放进去浸泡十分钟 这样能更好地去掉鱼腥味 水开上气 放入鲁鱼 大火蒸八分钟 蒸鱼的汤比较腥 可以流起来 再用热油爆香葱花 均匀地浇在上面 好吃的关键 这样做的清蒸鲁鱼 肉质鲜嫩又美味 第八道 炖大骨头 有人选择焯水 有人直接下锅炖 方法都没做对 今天教你一招 炖出来的大骨头特别好喝 剁好的大骨头往里撒把盐 给它浸泡半小时 盐有很强的渗透性 可以把骨头里面的血水和脏东西都泡出来 洗净后转入砂锅 放一块大浆料酒去腥 必须提前用温水泡发十分钟 这样均匀的香味可以快速地溶入汤中 捞起挤干水分 放进砂锅 烧开的长浆水要一次性加满 盖上盖子 开小火慢炖八十九分钟 调味加盐 鸡精 胡椒粉 咕嘟几下 撒点枸杞葱花就可以了 第九道 贡菜这样炒菜好吃 吃起来脆爽的 感觉两碗米饭不够吃 贡菜提前泡一下 然后切成段 然后起锅烧油 下入五花肉 炒出油脂来才香 下入蒜姜片 再下入点辣椒一起翻炒 倒入贡菜 加点蚝油一起翻炒 把水分炒干 淋入生抽 加盐和鸡粉一起翻炒均匀 香辣脆爽 真不错赶紧试试吧 小伙伴们 第十道 估计好多人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吧 我也是第一次吃到 红薯面做的窝窝头 来上多半碗玉米面 同等的开水 烫一下玉米面一下 再加入小苏打 继续搅拌均匀 来上一碗红薯粉 继续搅拌 搅拌至无干面 活成光滑面团 取上一块面剂 揉成窝窝头形状 凉水放入笼屉中 盖上锅盖 上汽蒸上15分钟 再焖3分钟 虽然看着不好看 但是吃起来味道不错 第十一道 以后这种扇子骨 买回家 别只知道炖汤了 清汤刮水的 今天教你们另一种吃法 关键是做法简单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骨头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一点料酒去腥 煮出骨头里面的脏东西 捞出用温水洗 这是肉质不柴的关键 重新放入锅中 加入葱姜蒜子 八角桂皮 两个干辣椒 煮熟的公鸡蛋 一包这种调制好的 大棒骨酱汁 先放一瓶82年的啤酒 取心增香 往里一次性加满开水 没过骨头 盖上盖子 小火炖一个小时 在大火收浓汤汁 看汤汁挂在骨头上不脱落 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 软烂入味 酱香浓郁 非常好吃 快去做吧 第十二道 春季的山药吃了好 我家每周八天 都会给孩子做几个 裙带菜肉丸汤 八岁就到了一米六 首先把山药剁碎 再准备这种梅花肉 因为它有肥有瘦 吃起来不腻 给它剁成肉泥 剁好加入山药打的 我下的蛋 放葱花椒末 盐鸡精 胡椒粉 一大勺淀粉 用你点赞的小手 抓拌均匀 再准备宝宝裙带菜 用冷水泡发 只要一点点 就能泡出很多 全都是这种小嫩呀 砂锅油热 放入裙带菜翻炒几下 加入适量烧开的长浆水 肉馅做成丸子 放入锅中 煮两分钟左右 肉丸浮起后 加盐调味 撒上葱花枸杞 这样做的肉丸汤 汤鲜味美 大小朋友多喝点它 第十三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在家做了六十年饭菜 今天把这个招牌菜 蒜蓉粉丝开背虾详细做法 分享给大家 首先把大虾去头 像我这样一分为二 虾尾不要切断 盘底铺上泡好的粉丝 整齐摆上大虾 好吃的关键 淋上这个蒜蓉酱 它可进蒸锅开大 火上气蒸六分钟出锅 再撒上葱花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最后再淋上一圈生抽 即可 如果我家孩子不爱吃饭 你就可以做这样一道好吃 还不上火的 梅菜蒸肉饼试试 家里只需要有一样调料 就可以搞定 首先你要选一块 肥瘦相间的梅花肉 分别把瘦肉和肥肉切成丁 然后用刀剁碎 放姜葱 蒜 胡椒粉 我家孩子爱吃的玉米粒和马蹄 调只需要用到 这一包梅菜干炒酱 放一勺生粉 一勺食用油 然后用我的爪子抓拌均匀 摔打上镜 平铺在盘中 蒸锅上汽大火蒸十二分钟 出锅了 营养美味还下饭 第十五道 还有一个月就过年了 年夜饭餐桌上 自然少不了白酌花螺 这个菜寓意着花开富贵 很多人不知道 花螺下锅煮多久 怎样才能做出最佳的口感 看完这个视频 你就知道了 首先在新鲜的花螺上面 撒点盐 然后加水 反复地像我这样搓洗干净 浸泡十分钟 你看全部都是它体内的脏东西和杂质 买花螺一定要多加水 这样才能保证温度一致 放入姜葱 水开之后下花螺 一直保持大火 水开之后煮大约三到五分钟左右 一直煮到这个壳掉了的时候 此时的花螺就是口感最佳的时候 将其捞出装入我家碗中 准备蒜末葱花 用热油炝香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白酌汁 它可不是什么生抽酱油 可以用它来做各种白酌海鲜 很多饭店大厨都在用它 最后用我的牙签挑出螺肉 站着吃这样做的白酌花螺 口感紧实 味道鲜美 赶紧做起来吧 第十六道 我悄悄地告诉你啊 快过年了 鲁鱼你别总是清蒸着吃了 做这样一道糖醋鱼 家里有孩子的肯定喜欢吃 准备一条被水淹死的鲁鱼 像我这样子打上花刀 方便入味 放66粒盐 葱姜丝料酒 用我勤劳的双手 抓拌均匀 腌制25分钟 凝中放两勺面粉 两勺淀粉 一个我刚下的蛋和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 呈拉丝的酸奶状 最后放一勺食用油 是关键 能让炸出来的鱼更加酥脆 然后再把鱼均匀地裹上面糊 六成油温 用我这个姿势下锅 先炸至定型 然后炸至金黄酥脆 捞出锅放少许油 然后倒入一包糖醋汁 拌均匀 然后再浇到鱼身上 一道外酥里嫩 酸甜可口 寓意着年年有余的糖醋鱼就做好了 喜欢你也安排吧 第十七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很多人不知道辣椒炒肉 是先炒辣椒 还是先炒肉 今天我就把正确的做法 教会 家里只要有一样调料 就能轻轻松松做出饭店的味道 首先将五花肉切成薄片 青椒切成滚刀块 大蒜和生姜分别切成片 锅烧热倒入辣椒 加少许油 给它炒至断生 盛出来备用 锅加少许油 倒入五花肉 开小火慢慢地翻炒 把它炒至两面微微地发黄 姜蒜下锅继续翻炒 把它的香味炒出来 入辣椒调味 只需要倒入一小包 这个家常菜小炒酱 你给它快速地翻炒两分钟 就能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第十八道 糖醋鸡柳啊 特别好吃 但是自己在家做出来肉的口感发柴 糖醋比例也掌握不好 也许是你最后一个步骤搞错了 正确的方法是分期付款买的鸡胸肉 加一勺面粉 用我的左手反复地搓一搓 然后加水清洗干净 这一步可以有效地去除鸡胸肉上面的粘液 和腥味用刀从中间片开 然后再切成小条 加入适量的葱姜 水盐 胡椒粉 抓拌均匀 腌制九分钟 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适量的土豆淀粉和面粉 再加适量的水 调成酸奶状的糊 最后再放一勺食用油 这样可以让炸出来的鸡柳更加地蓬松 这种调糊的方法还可以做很多菜 也是最不容易翻车的 你要油温把鸡柳一根一根地下锅炸 先炸至定型完全飘起时 炸两分钟就捞出 油温烧至六成热时 我们再下入鸡柳复炸一次 炸至金黄酥脆就捞出 这才是糖醋鸡柳 吃起来外酥里嫩的关键 正规我们只需要放着一包糖醋汁 用中小火朝一个方向熬到起泡泡 再倒入炸好的鸡柳 翻拌均匀 撒上八十八粒芝麻 这么简单你该学会了吧 要不然我就要坐飞机去你家 教你怎么坐楼 第十九道 天气变热了 很多人不想做饭 教大家一个一看就会的懒人闷饭 大米中加生抽 蚝油盐鸡精搅拌均匀 再放入玉米青豆 胡萝卜香菇 最后铺上腊肠道 入昨天下雨季的水 盖上盖子 按煮饭间 选择自己喜欢的口感 出锅加一勺老干妈 迷人的葱花 搅拌均匀 这样做的闷饭 如果不好吃的话 欢迎你全家来我家吃饭 第二十道 喜欢吃金针菇的你 一定要学会这道蒜蓉粉丝金针菇 金针菇切去根部 不要扔洗干净撕开 盘底垫上泡好的粉丝 摆上金针菇火腿肠 再摆一层金针菇 蒜末小米辣 铺上冒烟的热油 盐白糖 蒸鱼饰油 蚝油搅拌均匀 淋在金针菇上 上锅蒸八分钟 葱花淋上热油 太香了 学会了赶紧试试吧 第二十一道 你知道为什么酒店里 蒸出来的水蒸蛋 总是那么嫩滑吗 很多人第一步就错了 碗中下三个攻击蛋 用左手搅散 一勺盐两倍温温的水 继续搅散 撇去浮沫 上锅中小火蒸八分钟 再焖五分钟 放生抽香油 这样做的水蒸蛋 比你的脸还要嫩 第二十二道 与孩子们不要老吃冰淇淋 麻辣烫了 这道牛奶粥要收好 糯米红豆花生 先用清水浸泡一小时 再加入黑米 莲子洗净 倒入炖中 加红糖 昨天下雨季的水 放入内胆 关上盖子 按营养粥模式 时间到加入100毫升牛奶 搅匀经常喝 脸色红润 第二十三道 教科书版的葱油黄鱼 首先大葱包住小葱红椒片 卷紧切丝 卷得越紧切得越细 切好泡水卷去备用 两条小黄鱼 放葱姜 一小勺盐 料酒去腥 水开大火关 再蒸6分钟 另起锅少许油 边香姜葱洋葱 倒入半碗水 一碗蒸鱼谷油 两粒冰糖提鲜 烧开捞出料炸 蒸好的黄鱼 倒掉多余的水 放上葱丝 泼上冒烟的热油 淋上料汁 这样做的清蒸鱼 好看又好吃 喜欢的可以收藏试试 第二十四道 比烧开水还要简单的葱油撑子 好吃的不要不要的 河里捞的葱子 放盐土沙 二十分钟水开 倒入葱子 生姜料酒去腥 煮至开壳捞出 用温柔的左手去掉沙线 摆入盘中 放上可爱的葱丝 泼上热开水 淋入蒸鱼谷油 这道撩人的葱油葱子 您学会了吗 第二十五道 不管你来没来过河北 但是这个炒饼你要尝尝 今天咱们用包菜炒 包菜怎么切得细 今天教给大家 包菜横着切 这样切得又细 还没有中间的硬梗条 起锅烧油 葱花呛锅炒香 倒入包菜 加盐加鸡粉 放点老抽和生抽 翻炒一下 轻轻炒不要炒老了 均匀地铺上饼丝 盖上锅盖 焖上五分钟 然后多来点蒜末 再来点灵魂香油 翻炒均匀 蒜香油香 迎面铺来真好吃 第二十六道 老话说得好 别着急别着慌 丢了北瓜 吃不了纠割大汤 你有多久没有吃过老妈做的 揪疙瘩汤了 朋友送的面 北瓜切成大块 洗面活的 比包饺子面硬点 葱花呛锅 倒入西红柿炒香 倒入切好的北瓜 倒入生抽和老抽 翻炒一下 倒入清水 加盐鸡粉 开锅后煮一下北瓜 北瓜煮差不多了 揪面疙瘩揪大一点 吃起来才有感觉 简单又好吃 我自己都吃了两大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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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